现在我们的雨刷器有了新的作用 绝对不能喷水 一喷水就活成泥了 刷沙子 前面的路大概能见度也就是个200多米 300米的样子 前面是谷歌 谷歌在前面是板线 原本是打算在这边下一下车来 后来想想算了 一开车门 估摸着这个车上带起来好几些沙子 我们现在的车外温度有35-6度 然后呢 车里边如果停下来不开空调的话 很快就会到达40度 所以这些地方是不能停车的 只能开着空调机去往前走 所以路上不敢下去 这边这个气候就是这样的 你来的时候天气好吧 你就可以看远一点 这个沙漠可能会比较漂亮一些 但是遇到沙尘暴呢 又是另外一环景象 并不是经常能遇到到沙尘暴 这个没风的地方 这边没风可以横拍了 小心后边有车 后边有车 好 靠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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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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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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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还是看还是能见度不是很高 能见度大概有个一公里左右 一公里多 太热了 全是杀子 你又把这个东西丢上来了 好 准备往前继续走 在路上刚刚附了一车的沙子 然后突然间变成了雨 这下好了 全车都是泥 我这样的好处是沙尘不见了 沙尘都被雨点带下来了 这雨还就是就下了一下下 但是特别急 沙漠中的雨一般都不会下太久 不然它就不会有这么难种的植物了 所以你看现在又停了 刚刚那点还下得挺急的 就那一片 就这样子跑 我们一直跑了差不多四个小时了 三个小时五十一分了 现在已经 这边是刚下完雨 地上都湿的 反正说总和 骨骼在这边停着呢 我们也过来休息一下 哦 这放的一辆车 破坏的车 哎呀 这边现在外边刮 应该不刮沙尘爆了吧 刮不起来了 我们去换电池是没 哦 这外边还不如不下雨呢 下完雨怎么感觉真起来了 这边一定有红红红红 什么一股史卫 这是啥 这是一辆废弃的车 武林之光 哦 神车 神车 真的变得生了 发动机还在 没被卸掉了 但是有用的基本被卸掉 卸完了 怎么了 前面 灯啊什么的都不见了 好像发动机没用的 呵呵 搬不走走 太重了 开发动机太费事了 哦 那的 灯那的 呵呵呵呵呵 哎 这后边的呢 能来玩一会儿啊 沿着这个 红红的小雨 虎哥进去了吗 走胡哥去 虎哥进去了 我们从这后边 沙子后边 车停到了路边 从沙子后边去找虎哥他们去 虎哥和柔总他们 已经登上了那座沙丘 哦 后边全是垃圾 遍地啊 哦 这怎么会倒在这呢 这地方是怎么倒进来的 不是 不是 这是人故意倒的 我看您了 我看您了 这地方是在我 帅哥 我看您了 我看您了 是什么 看看这沙漠里 其实沙漠里边跟小和尘一样的 就是光脚比较舒服 走了走了 又开始下雨了 它这个雨还是在下着 这沙子里边主要车开不进来 看看这车 这车就直接就丢在这了 报废了应该是 不像是开过来的 像是直接搬过来丢在这 告别这片沙地 因为你不穿过这个绿化带 你是看不到沙漠的 所以我们刚刚特别下车 去后边去逛了一圈 刚下完雨的沙漠没有那么炎热 也不像就是有点蒸 已经快到我们的这个驻车位了 好风也不怎么 这边是塔中油田 这繁华的地方 这边都是有停车的地方 但是好像是人家这个塔中油田的这个 我们那个宾馆那也就能接水 给大家花点钱也能接电就好了 这是中石油 在外面你看 三十六炉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 沙漠运输分公司 运石油的 咱就直接掉头 胡哥在另外一个地方问 我们在这个院子里边问一问 这边刚才找到了一个负责的人 看能不能给我们把水电能用上 因为这天气太热 这现在外边有多少度你刚刚看车吧 三十八 我天我说我们怎么 没电 对对这个必须的 哎刚才那个人哪去了 就进来转了一圈转出去了吗